這一份就是我們的商圈地圖 那其實這裡是非正式的商圈 只是我們從2018年開始 跟著這邊的東南亞店家 多數都是新住民的家庭 他們在經營的 我們就說我們應該要一起來 把這邊經營起來 作為一個城市接觸東南亞文化的窗口 所以我們開始了這樣的 部門工作跟關懷工作 那背面的部分 是我們有盤點過這些店家的資源 以及他們的主打料理 這些等等 其實我們這已經是第三版了 因為每一年其實店家都有遷出跟遷入 我們等一下去走一圈看看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善用你們的五感 的言而口鼻心 那我們去看一下整個的環境 路上的時候我會有講解 但是更期待大家去觀察 今天中午開始 慢慢會有移工朋友來到這個當中 那他們所處的環境 就是城市也認定 他們可能會 他們所習慣的環境 那我們去觀察一下 其實每個城市移工 所在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 高雄有高雄的特色 台北台中也都有各自的特色 這個是印尼的月亮餅 它都有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做起來很像台灣的這種本土的大餅的形狀 但吃起來口感是非常柔滅綿 柔順 然後它的麵粉有特別去調過 不過我們不是美食節目 往前走 其實這邊是汽車材料行 最遠距的地方 那後來呢在地的居民 慢慢注重生活的品質 等等 汽車材料行就以往比較偏向的地方 人舞啊大社啊那邊 那後來的話這一邊 因為中國高架橋之後 其實這整個火車站前 我小時候還是圓東百貨的高雄最棒 現在就越來越 北高雄有巨蛋 南高雄有大圓百 還有絕江等等 就被取代了 柏二啊這些新的地方起來 高雄車站慢慢下滑 地價房租下降的時候 東南亞商店就比較有機會可以進來 承租店面開始做他們的做店家 這樣子所以慢慢慢慢 近二十年來從本來三四家到現在有二十幾家 是這樣子來的 他們也習慣在交通要到的群聚 那印尼跟越南比較不同的是 那越南比較多是新住民家庭在台灣 所以越南的小吃店是 滿地開花片地開花 所以各個城市鄉村都看得到 那如果是這種印尼店的話 其實比較多會群聚在火車站周邊 也是他們習慣能夠彼此交通 彼此交流善用大通工具的中心點 是這樣子 好小吃 就是各家都會有的 就是叫Denbay 可能大家有知道 有聽過天貝 那這家店其實是天貝的 我們說這附近商家的一個類似大盤商 所以附近的小吃店的天貝 幾乎都是跟他拿 他也是這邊小吃店的元老 稍微乾煎一下就可以吃了 對那他的料理方式有很多種 印尼人非常習慣用天貝做他們的各種食物 然後會有一點點菌 天貝的菌在裡面 他就會發酵 放到一定的時間點就可以食用 隨著口感不同 時間點 隨著時間點不同 口感 預計在2023年會完工 第一這邊總共會是有四個像這樣子的高樓 在這邊搭起 這個是靠近我們的左邊 然後在右邊也有 後面是第二期工程 我們等一下在這一條路上 有兩個點可以讓大家拍歷史鏡頭 因為以後車站就不長這樣了 這是舊車站 舊車站以後會移到新車站的中間 從一個歷史隧道的感覺 從一個舊的車站代表 進入到整個新的車站站體 在你周邊的這個商店環境裡面 可以看到有些商店 他們除了原本的華文的標誌之外 他們有把一些印尼文的標誌標出來 因為他們也慢慢看到了這一塊的商機 所以他們也歡迎東南亞朋友 一共可以到他們商店來做消費 所以這一塊是本地商家有在做改變的 那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在這邊的東南亞商家 他們可以增加多一點的華語文的標誌 等於是對在地人友善的一些設計 所以這樣子互相的話 就可以比較更多的歡迎到本地人 去到他們的商店 那目的就是兩個 第一個他們的生活可以改善 因為現在其實生意在下滑 人口只有3% 東南亞人士在高雄 97%都是在地市民 在地市民的市場 其實他們比較沒有去拓展 那除了經濟方面之外 其實我們二方面看到他們擔任文化橋梁 我們的角色更多可以去扮演 當然需要經過賠力的部分 那第三方面我們希望 當我們幫助到他們 在經濟方面 在生活方面都提升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出發點在哪裡 大家可以了解 OK 走吧 那這家店是近兩年開 聲音也很好 OK 我們走吧 喜接 所以如果在地高雄人就知道 這個以前這邊很多補習班 學生都很習慣在這邊找他們的晚餐 公朋友也喜歡來這邊 因為最主要其實不是只是買商店 而是買一個服務 那老闆老闆娘的服務很好 帶人很熱情 那同時也解決很多問 生活問題等等 幫助溝通 所以我們就看見說其實 老闆老闆娘這樣的楷模 就是我們期待這邊的商家 都可以扮演的一個角色 說你很好啦 說你很好啦 我有聲音喔 我有聲音喔 等一下我來收三百哈 好啦好啦 我們要先去吃飯了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大家以後有 這邊有英文的 然後越南文 印尼文的 我們就掃QR Code 掃QR Code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